你好,我叫齐良良,到期薄荷屋的快递员。你放心,没有什么快递是我送不到的。 什么?我的尾巴? 啊,因为我是只妖怪嘛,被称作猫幼的妖怪。 啊,猫都失掉了,你也要个箱子躲一躲吗? 我到现在都记得,自己第一次用妖力变成人类的感觉。 那时我激动极了,想的全是,终于能亲自去人类社会看看了。 等回过神来,他就已经出现在了我的腰间。 嗯,难道这位神明也和我一样,想要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吗? 我在丰丹见过一位魔术师,他能把各种东西变不见,还能把各种东西变出来。 他用的一定也是妖力吧,一定是这样吧? 这么说,他也是只妖怪,千只姐对我很好,以前经常遇见他外出研究布料的做法和配色。 虽然他一直很担心我会抓坏那些衣料,但他们那么漂亮,我根本舍不得了。 他现在在丰丹开着家店,有时也会叫我去送货。 嘿嘿,我身上这套衣服就是他帮我改良的。 神子大人是道气远近闻名的大妖怪。 我这样新生的妖怪难免新生敬畏,但没想到,这位狐妖大人非常和蔼可亲,不仅主动来见我,还教会了我很多有用的知识。 比如,人类社会的礼仪,与人交往的方法。 还有油豆腐的炸法什么的。 嗯?你说最后那个不知道也行? 送到天守阁的快递都包装得特别精美,里三层外三层的。 该说不愧是献给那位将军大人的吗? 不过,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呢? 有时还会散发出香香的味道。 我跟那位侦探在很久以前打过交道,他知道我是猫友之后,找过我帮忙打听离家出走的猫猫们去了哪儿。 我刚开始还挺乐意的,但后来听到猫猫说什么,就是想到外面走走嘛。 回去后好无聊啊什么的,有些心软,就谎称没见过他们。 可是那位侦探,好像看得出我在说话。 我一直想找那位天狗大人聊聊天,可他是天领凤行的大将,一直都是充满威严的模样。 到现在,我都只敢趴在远远的地方看他。 我,我就是好奇他的翅膀了,平时会觉得不方便吗? 还有那些掉下来的羽毛怎么办? 嗯,要是拿来垫在箱子里的话,睡起来一定很舒服吧。 他明明是只鬼,却和人类混得那么熟,还有自己的帮派。 哦,好厉害啊。 我是不是也该向他请教请教呢? 生日快乐,不管是人还是妖怪,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。 如果你愿意的话,待会儿带你去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看看。 虽然不是什么热闹有趣的地方,但总让我觉得很安心。 啊,我还可以把最喜欢的箱子让给你,躺在里面很舒服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